让你们写作文 凑字数就算了 有同学居然把经典故事抽下来冲到作文 汪涛 念你的 从前有个人有一天 看家一只铁子撞死在一棵树上 于是决定在这棵树下 等待更多的兔子撞过来 结果 后面不用念了 让我傻吗 你这不就是守株待兔吗 不是啊 我写的是 结果从树上掉下来一棵苹果 砸到了那个人的头上 然后他发现了万有引率定属对吧 你这点套路我早说透了 才不是 他咬了一棵掉下的苹果 于是发明了苹果手机 算 算你厉害 杨家 念你的 从前有一个叫张三的人 把拙签的东西装在盒子里 埋藏在后院 又害怕别人来偷 于是他在藏盒子的地方立块牌子 后来来了个人 听听听 这不就是我上周才讲的此地无垠三百两吗 不是 后面那个人来到这里 发现后院有堵巨大的石门 立着石门大喊 芝麻开门 于是石门打开 发现了好多好多的宝藏 还有 这不就是阿里巴巴和四叔大盗吗 不对 宝藏里面有个神灯 神灯里面一流烟冒出来个灯神 灯神完成了这人的三个愿望 让这人成为了百万富翁 小平 你每次写的故事都最敷衍 念你的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 有龙虎在雪地里发现了一条冻枕的蛇 于是他撞起了这条蛇 没想到 龙虎与蛇这个故事谁不知道 太少儿科了 小没了身体笔记 没想到白蛇为了报答龙虎 天天下天后和龙虎在西湖断产相会 请 这不就说许仙和白娘子的故事吗 白蛇转神没看过啊 不是啊 后来白蛇死去了 这个龙虎 就和蜆子进化在一起 龙虎爷爷为了报复白蛇 做下几根葫芦 长出了金的葫芦娃 和蛇精大战了三百回合 不过无上你们的老回路了